提起村田,恐怕有些读者和观众会感到很陌生 这也难怪,毕竟他的角色定位,似乎就是NPC 也因此被冠以最强路人、路柱等称号 村田初登场于蜘蛛双篇,后又出现在蜘蛛双篇 他虽然戏份不多,但待遇却并不低 蜘蛛双篇在差满死亡 Black的情况下无伤幸存,并因此与普通对视身份参与出会议 蜘蛛双篇中与主角团们共同修行 中章无限成篇更是突入决赛圈 种种迹象表明,村田并不仅仅是普通NPC的设定 他在故事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村田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他留着黑色短发,没有作者所偏爱的挑染 身上穿着补带装饰和披挂的黑色鬼杀队制服 武器是中规中矩的日文道 刀身颜色和他所使用的呼吸法都不明 这里要证明的是,村田是会呼吸法的 因为绝大多数对视都是被培育师指导后 才能参与最终考核,掌握呼吸法是基础中的基础 如果连呼吸法都掌握不了,培育师根本不会推动 另外,村田的剑术水平也足以达到日文道变色的标准 只不过因为原作没交代,动画图变没人上色 尽管村田的同体设定是一个连名字都没人清楚的路人角色 不过他的人物速到方向还是重要的 在蜘蛛战片村田虽然很狼狈 但在关键时刻,依然能够主动担起电视的责任 为了给汉智郎和一只猪分担压力而奋战主治导片中 村田展现出了与汉智郎等人互相上下的决心和毅力 成了为数不多,在研究科学中坚持下来的对视 而无限成天救援善意,更是能够看出他对同伴的重视 实力方面,村田的成长速度相比 这种和主角能确实差得远 但绝对算得上普通对视中的佼佼者 最强入人名呼吸是 无限成天的村田,已经能编住草编与下潜水平的鬼火招 实力达到了主题的门槛,或许多基层知道的极得住就是这个水平 综合多方面设定与表现来看 村田可以说是普通对视中的主角 当之无愧的路人男主 在毁灭之刃的故事中 作者还赋予了村田另一种身份 那就是终结无惨的末代鬼杀对见证人 村田在炭治郎首次遭遇十二毁月时登场 就当又参与到对无惨的最终决战中 亲眼目睹了炭治郎等主角的成长 不仅如此,与翼勇同届各式的身份 也让村田见证了这一代鬼杀对当主和住的分替 水风晋升,发言牺牲,阴柱退役 重度从晋升到牺牲以及当主牺牲 全都是村田在对期间发生的 如果鬼灭之认真的是全面结局 那村田就是最适合为末代鬼杀对写传记的人 没有去一 作为见证者的同时 村田也是参与者 尽管他在故事中的一系列经历刊登传奇 但该拿出来看的话 却又没什么特别之处 这是因为他的经历 是鬼杀对路人成员经历的集中体现 村田相貌平平实力一般 相对主角合著而言 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和成就 甚至连名字都无人知晓 但在主角合著出现的地方 却总有他的身影 而他所代表的 正是鬼杀对历史中 持续为灭鬼事业 出生入死的无名队士们 对于鬼杀对而言 村田是比出更加重要的基石 是他们的存在让鬼杀对 可以延续五百年之久 而如因鬼杀对能迎来 与无惨的最终决战 也多亏了他们用生命所打下的基础 从无限成片来看 大决战确实有村田的位置 尽管他可能在战斗中帮不上忙 但作为技师的代表 村田有资格见证鬼杀为消灭 鬼杀对终结宿命的一刻 这是对那些已经牺牲 和正在拼搏的知识们最好的交代 甚至阿伟我觉得 无惨的致命一击应该有村田完成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能代表鬼杀对了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关注我 您的支持对我就是最大的动力 请点赞关注我